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荣并序 海纳百川 天赋兴趣 21世纪国家级增长疫情 成于经济区双核之一 四川经济多点多计的重要支撑 将以再造一个产业成都为核心目标 构筑面向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和重要的经济中心 天赋兴趣滋养片区 简阳井内的两湖一山 定位为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 规划面积191平方公里 协调发展区面积359平方公里 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叉湖长岛国际会议度假中心 天赋兴趣滋养片区的标志性项目 以此为起点 顺时针掩护规划的天赋东村旅游社区 国际养生度假小镇 空港中部度假区 滨水休闲娱乐区等 呈现出三叉湖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的美丽画卷 由三叉湖沿龙泉山东路背上 规划中的三国属营国际旅游文化度假村 天赋东山郊叶公园 桃花固立国际民俗度假村 形成集生态景观历史文化资源于一身的旅游长廊 沿龙泉湖周边布局的 冰湖休闲运动度假区 高端商务休闲度假区 国际乡村公园 国际游艇俱乐部 主题度假旅游岛等 把人间摇池集合成独具特色的 生态商务旅游度假区 四大规划原则 如一支巨大的彩笔 在天赋新区滋阳片区的版图上 描绘出国际一流度假圣地 旅游天堂 文化交流平台的未来景象 建设天赋兴趣 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 四川经济多点多级之称的重大举措 天赋新区滋阳片区建设 按照现代产业 现代生活 现代都市三位一体的 国际化新城区定位 以及高起点规划 高品质设计 高水平建设的要求 强势推进 涉及基础设施 生态保护 民生改善 旅游文化的重大项目 在滋养片区相继实施 成与高速 成安与高速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机场高速 成与铁路 成与城际客运专线 成都绕城轻轨 成都新机场轻轨 成检快速通道 三叉湖旅游快速通道等 构成田府新区滋养田区 四纵三行高速公路 四纵二行快速通道 三纵一行轨道交通路网 大交通 枯救腾飞之路 体现基础设施先行 全面去地 往乡养殖 还凉湖清水 体现生态保护优先 安置小区 汇集百姓 体现民生改善维本 三叉湖长岛国际会议度假中心 凤凰谷国际山水健康文化产业园 全面提升减阳的旅游产业水平 天府新区滋养片区 已成为成都周边 最具商机 最具人气 最具活力的一方热土 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实施 加快了天府新区建设的步伐 建阳曾经是镇守熟都的熊关 孤熟岛东大陆要塞 因战略位置显耀 物产丰富 素有天府熊州之称 今天 建阳是滋养经济融入成都的桥头堡 四川区域经济合作的牌头兵 天府新区的重要租成部分 新天府催生新建阳 中国第四大航空枢纽 西部第一大航空港 成都新机场落户建阳 把建阳与世界连成一体 建阳 成都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世界走进成都的落脚点 天府新区滋养片区和协调发展区 与规划中的凌空经济区 将会融合成一个全新的经济区 划定了建阳及现代服务业 高端制造业 总部经济与一体的全新经济半途 勾勒出新建阳的美好前景 天府新区 简阳腾飞的强大引擎 将进一步加快简阳的发展速度 优化简阳的产业结构 提升简阳的发展质量 148万简阳人民 将把高端化、特色化、低碳化的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 呈现在世界面前 把新天府、新简阳呈现在世界面前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